王一博张一星捐款好评如潮 邓超孙力捐款就被骂 结局大快人心 近日来河南连续突降暴雨 导致河南境内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洪涝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非常严重 河南受灾也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各地兵哥哥早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抗洪救灾 兵哥哥昏迷仍喊着旧孕妇的场景令人十分动容 我们要为这些在前线奋战的兵哥哥们点赞 感谢你们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看着同胞们受灾 全国各地也是纷纷向河南捐款捐物 说到捐款 最引起关注应该是娱乐圈明星的捐款了 这次河南受灾 各明星们也是伸出援手 纷纷捐款捐物 尽自己一份力量帮助受灾群众 很多明星捐款也是上了热搜了 捐款这本是一件值得大家称赞的事 但是到了很多网友的嘴里 却有些变味了 同样是捐款 有人被夸 有人却被骂 到底是怎么了 01王一博捐款 此次不仅向灾区捐款 还跟随韩红一起到灾区帮忙 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受灾群众 出钱又出力 非常是值得称赞 相信王一博加入到韩红基金会 韩红又多了一份十分有号召力的力量 许多王一博的粉丝 也是纷纷称赞王一博 还希望自己的爱豆能够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不仅仅是王一博本人捐款 有网友还透露王一博的粉丝捐了110万 看来明星的榜样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样的正能量值得我们去宣扬 02张一星捐款 除了王一博 另一位顶流明星张一星也向灾区捐了107万元的救助物资 并由工作室代表自己向灾区运送物资 物资上写着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河南加油 张一星作为归国四子之一 回国发展后是四个人中发展的最慢的 但是凭借自己多年来默默的努力后来居上 现如今已经是四个人当中发展最好的其中一位已经凉了 而且张一星为人也谦逊 人品极好 深得黄磊 孙洪磊 黄博等老大哥的照顾 每次出现重大灾情张一星都有捐款 武汉疫情有 这次河南水灾也当然不在话下 很多网友粉丝们也是纷纷点赞 有网友说 107爱 好有意义的数字 03邓超夫妇捐款 邓超夫妇这次也向河南灾区捐了100万元 邓超和孙丽在娱乐圈就是一对模范夫妻 两人结婚后几乎没有什么肥文 夫妇俩一直恩爱有加 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狗粮 两人在圈内也是人缘非常好 此次河南受灾也是尽自己所能向灾区捐了100万元 也应该值得大家的称赞 但是与王一博 张一星捐款得到一片好评不同的是 邓超夫妇却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有人说100W 也好意思 有人说两个人100万太少了 甚至还有人质疑邓超夫妇花了100万买热搜 目的不纯 各种不好的评论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很多网友也是看不下去了 有网友就回对 感谢超哥丽姐 人美心善 骂人的先看看自己捐了多少吧 同样是捐款 王一博 张一星这些流量明星就得到一片好评 邓超孙丽夫妇却被质疑目的不纯 这也太双标了吧 虽说明星是公众人物 对社会有着比常人更加重大的责任 公众要求明星给灾区捐款无可耗非 很多明星其实也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有些捐款被人知道 有些捐款不为人知 但是 明星向灾区捐款也是要根据个人能力和意愿 不能因为捐多捐少就受到质疑甚至辱骂 明星做好事 还被恶评 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不仅仅是邓超孙丽夫妇 之前武汉疫情时候 黄晓明杨颖夫妇捐了20万也是恶评如潮 最后迫于压力增加了80万的捐款 更可恨的是 韩红这些年做了那么多的慈善事业 每次有重大灾情 韩红都是带着自己基金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可以说灾区见到最多的身影 除了兵哥哥就是韩红了 而且韩红因为去拉其他明星捐款 还得罪了圈内不少人 像韩红这样伟大的举动 仍然被人质疑炒作自己 委屈的韩红在接受采访时流下眼泪 直言自己的钱都捐光了 明星固然收入比较高 但是明星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他们要保持良好的形象 日常吃的用的都是买最好的 开销也是很大 还有工作室的运营维护也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像灾区捐款数额也都是几十上百万的捐 有些甚至几千万上亿的捐 无论多少都是他们的一份心意 都是作为公众人物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应该得到认可和称赞 如果这样还要被键盘侠们骂 小编要学那位网友问键盘侠们一句 骂人的你捐了多少 小伙伴们怎么看待明星捐款这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